任东柏是铁甲网的 问一下作为男人 为什么特别喜欢机械之美 就是我感觉有那种 一个是他那个都大设备 运动起来以后 有那种震撼人心的效果 再一个呢就是有那种操控感 操控感 对 就特别希望这么大的铁甲 或者在自己手里面来掌控 还有谁能回答我 为什么男人特别喜欢机械之美 因为觉得跟自己气质很像 然后比较吸引女性 主要是因为女人不喜欢 所以就是男人只能喜欢机械 我觉得吧 男人就要有个男人的样子 所以的话必须要玩一些大家伙 这才好玩 其实所谓的机械 其实是有逻辑的 哪个部件跟哪个部件拼在一起 哪个先操纵 哪个后操纵 哪个重 哪个轻 这是机械对于男性的诱惑 所以其实在生活当中 喜欢动手 做这种所谓的机械 传动原理的这样的男人 其实内心的操控感是极强 那这个人是从事什么的呢 他怎么有那么多时间来做这个呢 让我们掌声有请他 好吧 他年纪不大 他才33岁 掌声有请柯云斌 我叫柯云斌 外号小超人 我来自福建福州的 现在居莆典 谢谢大家 我看你上来之后 你所有的举止和动作 都像做错了事一样 怎么了 你在家里经常受气啊 家里 我很多人也被我老婆管 现在 你老婆怎么管你的 包括我做的那东西 早期我老婆也是不吃吃的 觉得浪费时间 所以呢 是在家里没有地位 现在我做这些东西都做成功了 感觉是很有信心的 很有信心 来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东西 先介绍一下 这款是狙击 玩过刺激的应该都知道 这款 这是1比1的吗 1比1的 我怎么都 看你不像是一个拿枪的男人 你拿个枪摆个姿势 我看看 对 朝前 摆一个最酷的姿势 给你老婆看 不要挡着脸嘛 那只手插腰 挺起来 对对你老婆说 我再也不怕你了 来 来 来 说说 我成功了 我现在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终于有时间展示我自己的 我再也不怕你 这影响家庭毛泽 我特别好奇 你跟你老婆说的最凶的话是什么 就是最凶最凶的在你 吵架平常可能以为吵嘛 还敢吵架 谁家里都会吵脸下 我觉得你很不敢 你看你刚刚说话的时候你都一直抖 头也在抖 刚才那把枪拿着就是在抖的 好男人 好男人 对 来 继续继续继续介绍 那边是什么 像这边的话 就是那个夜压 完全反正的 现在操作的话 这还是夜压的 夜压的 这要做多久啊 这个的话 早就我纯手工的话 做一个至少将近一周 现在因为我都晾厂了 这都拿什么做 都是木头啊 木头 你开了厂啊 我叫朋友代工的 代工的 对 你能玩一下给我们看看吗 可以 待会我们会请你们上来也操作一下 你这个是正手的还是反手的 正手的 怎么操作 好棒啊 你别操那么快 我来一下 好玩 这怎么用的 这跟真实挖机一样 这边 这个手控制 左右就是控制转下 然后上下控制这个小臂的 这样是吧 对 然后这个手左右控制 就挖 铲子挖斗的 跟真实的挖机 正手的那个操作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很多那个刚学挖机的新手 我找我要的去回力 你看啊 小臂下去 对对对是这样的 对这样 下去 不对 一般老年人老年人手脚不协调就是这样 你看我 看见没有 哎呀终于成功了 这个多练这个不容易老年痴呆 你上来 来来来你来玩一下 哎呀 小臂 鞋条 来你来你来 你来你来 陆老师你的鞋条性真的有点 这个这个有点高啊 嗯 我肯定比陆老师强了 来 来看真正的老年人 我说一下这个 这个是 你还用说吗 五八同城的高拐 这还不会啊 自学 看到什么是智力低下吧 看见没有 看见没有 还不如我一半 你看 多看看 看见没有 哎呀呀呀呀 谁认为自己最聪明 谁就上来示意 不 我 我觉得 那任冬柏可以 因为他就是卖二手挖掘机的 对 来 任冬柏 这样啊 任冬柏 你就得 变换一下规则 刚才段总不是嘲笑我吗 结果自己不行吗 对不对 接下来呢 咱这个也不要了 段总 您坐这儿 拿嘴巴张着接 行吗 行不行 你别晒我啊 对 您坐着 拿嘴巴接 刚才能接到几颗 对 别把盆给我啊 好 好 来了 来了 坐近一点 来 吃绿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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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卫 太下 好 起 往下 滑到 挖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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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开 别呛到了 别呛到了 走一句了 你 知道了 这个大小脑部分 绝对不能玩这种游戏 真吃了吗 快点呛死我了 还行 有几个 还行 还送到嘴里了 非常酷啊 整个的那个操作的手感呢 其实是非常像这个真实挖掘机的 在我那一产呢 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比较准确地把绿豆送进了老段的嘴里 其实听上去容易 操作起来没那么容易 没有想象的那么甜 那左右协调非常重要 没错没错 对不对 你们那个真实的挖机多少钱一台 如果是二十吨嘛 就比较常见的二十吨重的大家伙的话 一般在现在在八十万上下吧 你这个多少钱 我这个一百三 等会儿卖给我 我去变了手脚鞋调的问题 谢谢两位 谢谢两位 所以这个是已经量产了吗 你好 这已经量产了 马瑞 还有个更好玩的 他会到你们面前跟你们去打招呼 这个是那个机甲战车 吃着 我吃着 吃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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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 吃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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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玩 坐 吃着 吃着 这发射什么叫不能乱发射 打一个试试 打一个试试 他挺厉害的 平时被他们给气的 我最喜欢打美肥毛的 我最喜欢打美肥毛的 真的 我这个劲 回来 回来 我打了 好玩吧 好 这个待会拍卖吗 全部都可以拍 全部都可以拍 吴胜 你可以买下来打我 没有问题 你挺有意思 也挺闲的 看你性格非常的木讷 老师 你是不是在家里被压抑的太多了 所以想做点这个东西来发泄一下 可能情义事业 是什么 你什么时候开始做的 17年底 那时候跟我老婆 就来到普连 准备创业 创业 开了一家那个店 就时间相对于会比较充裕 所以我做的东西 因为童年的时候 特别对挖鸡 特别对挖鸡 是非常糟糕 有时候路边看到挖鸡 在座椅 会蹲在那里 会看个半天 不回家 就看那挖鸡在那挖沙 你能看一天 对对对 就看那么挖 哎呀 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看挖鸡挖沙 能看一天 小多人一直梦想 说有一台 因为有一台挖鸡模型 那时候没条件 所以只能自己造 你觉得你是个 心灵手小的人吗 也还行 也还行 你现在已经开始 把这个当成一个产业 在做了 现在自己成立一个工作室 因为这里就是我 在网上发 把我兴趣给共享的 大家网上发 然后好多人就找到我 说给他做一台 原来是手工作 做非常 最快三四天才能 才出一台这种挖鸡 就这样简单的挖鸡 后来想了 能不能用机器做生产 慢慢就开始量产了 赚钱吗 赚钱 赚点小钱 现在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小几万 小几万 你以前挣多少钱 以前大几千 以前是干什么 我以前做通信工程 通信工程 对对对 现在老婆高兴了吧 放手让你做吧 对对 知道吧 现在我们都在崇尚一种 尖身叫大国工匠的 我们可能在很早的时候 很少有人进工厂 知道很多工厂的一些 机械操作的像钱工啊 机械工种操作机床的一些人 其实本事很牛啊 就以前我们有一种锻造机 就像打桩的机械一样 一个很粗的铁棒 几吨重往下打 最牛的师傅能做到什么 就是把一块手表 放在下面那个按台上 上面放一张纸 那东西它是用脚踩的 踩下的 就要它停止在哪 就停止在哪 跟刹车一样 它能让那个东西 几吨重的东西 压下来之后 把那张纸吸上去 表 完好无所 这其实就是机械的力量 所以我们刚才说 他为什么那么喜欢看 那个挖掘机 就这么重复的 那个机械动作 他就觉得那个机械臂啊 很美 美一产下去 是那么的有力 主要是划这类型 我很喜欢那种 所以你能成功吧 对对 你做这个 能做成今天这个样子 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今天我们拿 哪几个拍卖呢 这现场喜欢的都可以拍卖 你们是不是想 特想拍卖这个 还有那个狙击的枪 我觉得第一个那个 你是一女人的 但是我打实弹枪的 真的啊 来 陈薇 试一下 这用皮筋的 来吧 来吧 3 2 1 不行啊 主要是后座力 太大了 我来试一下 对啊 杜老师 我们相信你运气也不错 别紧张 老年人一般手会抖 哦 两个 所以 专业 这是打过十弹的 对 我们都没打过十弹 先你下去拍卖这把枪吧 好的 回去拿着好好练一练 多少钱起拍 一百九四 这么便宜啊 一百九啊 对 有两百起拍吧 好 好吧 三百 三百一次 六百 七百 六百 七百 八百 九百 一千 一千一 谁啊 一千二 一千三 一千四 一千五 一千五第一次 一千五第二次 是你的了 一千五第三次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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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哎呀呀呀呀 上半球不喊了喊了呢 哈哈 我停一下的 他叨两下 果停了 啊停了 说他们要成全你你知道吗 这帮老板啊 好好回家吧 好好好 好好好